iPhone 你一家人的电台 早上9点13分 欢迎回到爱谈大小事的博士来聊 今天我们现场呢 有来自拉曼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 陈艾梅博士 当然还有我们的博士来聊的 嘉宾主持廖潮记博士 欢迎你们早安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我是艾梅 艾梅哈 艾梅老师是我的 原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一开始我就先设定要请她来的 哎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在那个读博士回 回马的时候呢 何启才就介绍了陈艾梅博士 给我认识 对 在一个论文研讨会的现场 我有那么老吗 你没那么老 关键是 所以我怎么 反正我对这种有资讯 然后又那个 学有所长的女性 是特别的仰慕的 谢谢 对对 老师你要靠慢 你要靠慢 好的 所以我们还是先要聊一聊 这个陈老师的学术背景 是 你原来是在台大念社会 不是人类学吗 是不是 对我在台大主修人类学系 然后虎修是中文系 对然后后面的硕博士做什么研究呢 后来的时候这个在台湾毕业后呢 我就到中央研究院工作 是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天 我就听梁文福的歌 然后呢 他说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那一参了我就想说 好吧我应该回来马来西亚了 好 然后我就回来了 对这个跟我当年念法律的时候 后来去听了真情报的课 去念哲学的赵玉士一样的 ok 然后后来马来西亚 然后就到马大念那个历史的这个硕博 是做事 然后后来这个博士这样子 你的博士论文是做什么 ok 我的博士论文呢 其实我是做历史学的 我是做那个二战前霹雳华人的这个社会 哦 二战前霹雳华人历史 我主要是研究霹雳华人历史的 二战前那个时期的 ok 今天呢 陈老师来呢 主要是带着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 而我也很好奇 从一个历史学的研究 为什么转去研究拿都空 哎呀 哎呀 这个说起来还是有一段故事吧 也 我觉得有时在研究过程中呢 当然我们会选题目 有时也是题目选了你 ok 这个我后来才发现说 因为我在做历史的整个过程中呢 我已经接触拿都空了 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 可是在这个在去年两年前吧 在一个非常因缘 非常的臭巧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我知道 我竟然听到有人告诉我说 拿都空不只是有马来人的 有华人拿都空的 哦 而且是地方神明 就最大的那种那种乡下 不是那个城深里面 最大的神是拿都空 嗯 我是非常的感到兴趣 嗯 那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我就马上告诉那个人说 我要看 然后呢 我就马上冲过去了 所以因为看了这个华人拿都空的这个呃 崇拜的情况之后 你就舍历史而走入民间 啊不 信仰这一块吗 我从来没离开历史 还是你从这个当时去朝拜这个华人拿都空以后 得到了若干的启发 你说神启吗 没有啦 对对 要不让他因为因为从那个他做的那个研究呢 是我们叫做历史文献学比较多的 是是是 要淘大量的档案 对对对 淘大量的档案呢 基本上我们就举目无情了啊 家徒势必只有档案 然后从那边去勾 勾成出一些论述 和走入田野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是差别很大的 其实我在当年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呢 数了看档案 因为这是马大历史系的传统训练 然后我也开始跑很多庙语 看很多碑文 主要是在霹雳那里对吧 都是在霹雳 所以的话 可是当时候呢 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达多公庙 当然后来从事达多公研究的话 也是得到这个 那个华人达多公庙 巴里坟大达多公庙的这个 这个 主席的支持 他有支持我们说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所以呢 就开启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达多公的研究 所以这个研究是一个 长年的计划 我们把它设为几年的计划 几年的计划 然后今年会有办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研讨会 跟研习营对吧 对我们今年呢 我们在11月12号3号 我们会办一个命名为 史料与田野调查 这个达多公研讨会 在哪里办呢 我们在金宝拉曼大学 是 对 会对外开放给所有的朋友 有兴趣的来参与吗 是的 我们因为我们得到这个资助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这个收费是相当的便宜的 是 我们给学生 如果你参加的话呢 两天的会议然后呢 吃很多盾哈 哈哈哈哈 大约三十块钱 如果你是公众人士的话呢 这些盾我就很好奇 会不会跟那个祭拜拿渡工的祭品 有一点类似这样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 我们会继续聊关于拿渡工的这个课题 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拿渡工 当我们祭拜的时候呢 会有不同的祭拜的竞技跟那些祭品之类的 不过请老师往下说 好 如果你是那个公众人士的话呢 就请你付我们六十块钱 然后可以参加两天的这个研讨会 然后我们的研讨会呢 请的人的话呢 原来上我们就是要做一手研究 对 例如说我还是作为一个历史学的本位 然后我就问一个问题 马来西亚最早的达渡工崇拜 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 这个已经有一些文章已经发表了 对 对 可是我们就 就是我们会邀请不同的学者 从不同方面 不只是谈达渡工 他牵涉到达渡工的华 这个土地神信仰啊 各方面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 因为达渡工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信仰 所以这个研习音 就不单是有学者的参与 然后也包括田野的调查 对吧 三天还是两天 两天 两天 那听起来是非常丰富的 对 然后我们那个可能我不晓得 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网址了 是 我们待会会借由我们的那个 消息的传播的平台 把这个讯息放上去 好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广告时间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谈正经事了 好 谢谢 到底达渡工崇拜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 我们有艾梅老师艾梅博士跟我们聊这个拿渡工的信仰 上个时段他跟我们说他不小心走入了这个地方田野民间信仰的研究里面 首先当然你不是拿渡工 对吧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还没有到那个级别 对吧 我们先聊一聊关于这个民间信仰的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拿渡工是一个相当本土化的民间信仰 就是说所谓的本土化的民间信仰 就是说这些崇拜的偶偶像呢 是本土自己的文化氛围里面所构建出来的对吧 当然我们知道说拿渡工信仰的话不只建于马来西亚新加坡 然后我们的沙巴沙尔越 印尼也有 是 印尼华人社会也是拜拿渡工的 嗯 所以除了拿渡工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类型的类似的这种本土的呃 传说或者是民间然后一些故事的演绎使得他们成为我们崇拜的偶像吗 是 马来西亚华人的呃大部分都是属于梵领信仰 所谓的多神信仰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很有特色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呢 我们就创造还是说有一些这个先贤哈 就从人呢 然后就演变成神了 是 最有名的大爷就是先是师爷 然后这个圣明利 然后他被杀之后呢 传说他就流出了白血 是 然后现在马来西亚很多尤其是客家区哈 都会有拜这个呃 圣明利 然后先是师爷 师爷公 师爷庙之类对吧 对对 然后在我们的Kuichi那边呢 也有一个叫刘上班的一个庙 然后刘上班也呃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呃反抗应殖民的一个被列为是一个反抗应殖民的一个英雄 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就是反抗Brogs的那个政权的时候嘛 对吧 然后他就带领了这个十龙盟起义嘛 所以呃我去过应该是在古静哈 他们就供奉了一个叫刘上班的一个庙 当然他的规模比起先是师爷 因为先是师爷他是全马来西亚各地都尤其是西海岸客家区都有的 嗯 然后这个状况我觉得这是比较有特殊的是马来西亚华人自己这个呃别具特色的一个信仰 所以在东马他们供奉这个呃刘上班的时候他有给他另外的称号吗 比如说你说那个圣明利就叫做师爷嘛 嗯嗯嗯 像这个刘上班有给他另外一个这种神神子的那个称称号吗 呃我看过哈 可是具体的东西我可能不太记得了 是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圣明利和刘上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呃 实际上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啊是 对然后经过若干的一些事迹 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崇拜的一个现象 他但是拿渡宫好像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对吧 艾美博士 啊是的我想这个拿渡宫里头的话呢 他有几个不同的类型 嗯一种类型的话呢 他是真的存在过的历史人物 OK 例如说在太平那个拉入战争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苏亚松的嗯哼 然后我想我们这个东西以前永求也也谈论过哈 就是讲说这个人物呢他是异性的 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他就被杀了 嗯被杀了之后呢 当地人呢就把他供奉为达兔公达兔公 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华人达兔公 对他是属于华人达兔公 然后当地就有一个传说说你不可以拿洋酒进去 是就是呃有一些传说出来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华人达兔公的起源 呢是非常的这个有趣的 有趣 对 为什么在他啊在这个北辟的这一代哈 苏亚松这个历史人物就变成了达兔公 嗯流上帮呢他没有转换成达兔公 他就是继续用流上帮的名字来来祭拜这样子 非常有意思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所认 现在我们所认知的达兔公的形象都是具备的一定的马来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从服装是从一些头饰对吧 所以你想原来是苏亚松应该是一个嗯华人华人 汉人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他被羽化以后神话以后竟然就是穿上了这马来民族服装 然后被供奉成这样的一个达兔公的形象 这个很有意思哦 在苏亚松庙的话 因为我们跑了50多间达兔公庙 我们很多细节不太记得 他应该是没有形象 只是一个呃那个碑而已啦 碑 我不太记得 碑碑碑 所以除了苏亚松 这是其中一个起源的来源之外 达兔公还有哪一些类别的起源的来源呢 OK达兔公最多的大约就是传说人物了 嗯传说人物 例如说我们在之前我们谈的这个巴黎坤大最大的达兔公庙里头的话呢 呃这个达兔公 他们的达兔公呢也是属于华人达兔 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OK 然后庙宇是非常的这个金碧辉煌 嗯 然后要看华人达兔形象的话呢 可以到那间庙里头去看 他这个华人达兔是我们这个年代所理解的拿了华人达兔的意思吗 就是说他当时被苏丹撤封了拿兔这个风寻 风寻的吗 呃这个东西目前是有点不可考的 嗯 可是很好很有趣的是现在巴黎坤大那个地方有一条街 嗯 就叫郑伯公街 郑伯公 所以呢呃 达兔和这个伯公之间的关系呢 我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 伯公是指大伯公的那个伯公的意思 伯公 他们有一条街叫郑伯公街 可是整个巴黎坤大最大的这个庙宇的话呢 是所谓的华人达兔公庙 巴黎坤大叫我们哪一个州 啊巴黎坤大是一个呃他是属于金三角了 他应该是属于你你你你你你问的问题 我当年第一次去的时候问的问题一样 完全一样 呃他应该是属于这个霹雳州 可是他是在吉达和槟城边缘这样子 哦真的就是新金三角地带了 对吧 三个州之间的那个呃 规划还是属于这个霹雳 但是他是属于霹雳州的州界里面的 对吧 对对对对 对巴黎坤大不是很多朋友知道 对啊 所以是潮州人 对可能潮州社群跟北马区的 然后南马区到包括我们中马区 可能就只能透过报章 和一些相关的报导才知道 而我们竟然不知道那边是一个最早的一个 华人达兔公庙 据目前你们的研究他应该是最早的吧 ok我们的研究这样说哈 历史研究已经谈证据 目前我们所发现最早有碑文的这个达兔公庙 是在巴黎坤大 然后以整个P来说最早向英国注册的达兔公庙 也是巴黎坤大那间达兔公庙 他在1900年已经注册 当时候他已经名叫达兔公庙 所以他当时已经名为达兔公庙了 所以除了这两个拿度 华人拿度的这种崇拜之外 还有哪一些我们熟悉的达兔公庙的那种模式呢 当然说在这个 也有一些像林天龙达兔公庙 这些是属于华人达兔 林天龙啊 对林天啊 我看一下哈叫林天 林天 这个这个林天龙还是 反正就是在也是在属于北达兔那一带有相当多的达兔公 可是这些呢都是属于传说人物 传说人物 包括巴黎坤大这个达兔公也是一个传说人物 并没有实际的一个历史的一个 没有目前没有找到史料来支撑这个人物的一个存在 那他们的坐像 他们的那个塑像是长什么样子的 OK像华人达兔的话就是就是弄一个华人达兔的一个说像 跟一般的大伯公 就是看起来的话 它是没有克里斯的 没有克里斯 它是没有松构的 OK 然后华人达兔公常常有一个特质是 在里头的话呢是 允许拜猪肉的 然后更在我们研究过程中 我们觉得更有意思的是 比如说像巴黎坤大这个华人达兔公里头的话呢 它是有所谓的牵丝的 牵丝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球签 对对 啊球球签 球签 哇 说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的这个有意思的 这个 因为这个在我们的马来的达兔里头的话呢 是没有的 目前没有看到 有这个牵 就我拜的达兔公一些地方上的是不具备这个球签的 问字的好像有 问字的相当多 问字的那是另外一个课题 是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讲完了华人达兔 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这个熟悉的这些所谓的马来达兔的形象 啊你现在说还是要休息一下 我们要休息一下吗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 不是来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艾梅老师跟我们聊这个拿渡公的崇拜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专讲一个我们最熟悉的马来达兔公这样的一个呃崇拜的情况跟他的来源啊老师请开讲 好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拿渡公崇拜呢最常呃浮现在我们脑子脑子里的就是带着松垢然后拿着克里 对然后就是拜那个那个干文烟吧干文烟是一种然后还有那个强调不需要不能拜酒 不能拜猪肉 不能拜猪肉 像我们那边然后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拿渡公的那个形象虽然他穿着那个松垢跟拿着克里斯 可是他的样子很像大破公的形象的就是很有那个华人脸的 我也有看过那种黑脸的黑脸的那种就是我看到黑脸的那种就是拿渡公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直观的反应是哦 这就是一个与马来族作为形象的一个拿渡公的崇拜看到白脸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点就是抓抓不准了到底是个怎么一回事对我们想我们回到我们所熟悉的这个马来达兔 很多时候的时候呢在我们北马不晓得你拿马有没有哈我们会拜一种所谓的黄姜饭黄姜饭黄色的然后用咖喱黄姜饭黄姜饭黄色的饭吧 黄姜饭黄色的饭吧 OK好然后这个是就是我们比如说不可以有猪肉然后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要求哈我们坦太达兔公的起源的时候目前学界呢最常使用的就是其实它是来自格拉曼 就是格拉曼呢是融合了伊斯兰元素和马来民间信仰的格拉曼是什么意思啊 格拉曼呃崇拜圣者或圣祭 OK然后呢我们会看看到Ryu说达兔公除了有形象刚刚我们讲的形象之外呢我们还看到有一些自然的物体 土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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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羽窝有看过吗 树我看过树的对 然后白羽窝你有看过吧 白羽窝我是看过照片 真的没看过真的没看过你去看一下很多乡村可能都会有放白羽窝 你出现出崇拜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显灵吗 还是怎么样还是民间传说 这种的话是很典型的这个传统马来人他们早年的格拉曼的一个崇拜 然后呢我想这个是华人呢就是达兔公崇拜 它是属于动物的这个达兔 然后最常见的就是鳄鱼达兔 蛇的达兔 然后老虎的达兔 说他的那个雕 他的崇拜的那个偶像的形式是有鳄鱼的那个形态吗 不是不是倒不是说 当然有一些地方的话呢 他可能会弄个这个动物的这个脸啦 可是比较少见我们 或者他们会不会在他的那个雕像旁边就放一只这种 放一只动物会吗 放一只比如说鳄鱼的一个小小的雕像 老虎一个雕像 或者是一个蛇的雕 目前比较少见 他们会放的是一些 我们先谈回这个动物达兔的话 我们会怎么知道他是动物达兔的话呢 常常你要去做研究的时候呢 你要去问当地的人 因为有些达兔公他们会所谓的 kidang kidang 对我们叫做 伏鸡 伏鸡 对吧 伏鸡 kidang 大家都明白 然后呢他们就会告诉你说这个达兔它kidang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呈现一个 鳄鱼的一个状态的 它会在地上浮动的 是 这时候呢我们就说 这个可能是一个鳄鱼的dato 然后还有一些传说啦 还有一些传说说 它看到什么东西啊 鳄鱼来啊 然后这类的传说 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我们的研究 单单从它外表的形象呢 比较难看出来 它是属于动物dato 然后常常需要的是说它的可能它的名字 dato harimau dato harimau dato harimau dato baya dato ura dato那我没看过 可是有一些dato呢 它可能 例如说我们村里有一个叫dato banglima dato banglima dato banglima 它是武士的意思嘛 是是是 对然后可是当地人呢 就因为也是看过这个kidang嘛 然后认为说它是一个baya dato baya的 对然后呃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呃 比较呃特殊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现在有 对我们现在是有动物的 然后我们也有这种就是呃 石头的蚂蚁窝的 那人物的呢 ok人物的话呢 照马来人的这个传统的glamma信仰里头的话呢 他们会崇拜一些 例如说穆斯林的圣者 嗯嗯 可是现在因为回教化的关系啊 可能这方面都已经是没有 就是伊斯兰化的情况就是比较普及以后 原来他们的民间信仰的这一块 其实遭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对对对 当然我们知道在呃马六甲这个有一个外海的岛屿上 他有相当多的这个马来圣者的一个目 是 布拉布萨的样子哈 所谓的马来圣者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讲说呃 就是讲说他可能在回教方面呢 有所成就 然后在修行上面呢 有所这样子的一个成就 然后就会有一个目 然后出来嗯 呃这个 可是目前可能这方面的崇拜应该是不不被允许的 哎呀我们这个马来的都还没有讲完时间 嗯 又要快进入新闻时段了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轻柔吧 好 这个小时呢我们了解到就是达豆宫 其实有分很多个种类哦 像是有华人的跟印度人的 而且形象上也有动物的啊 跟历史人物的 那接下来下个小时我们也会继续了解 就是克拉曼达豆宫的这个部分对吗 对对对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请博士再来聊聊这一块咯 上午10点13分 早安您好我是清柔哦 来到今天这个时段呢 依然还有博士来聊 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呢 是走入田野你所不知道的拿都工 其实拿都工我们在马来西亚社会其实随处可见 可是我们对于 对可是我们对于拿都工的这个理解 其实是非常少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就邀请到了 南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陈艾梅博士呢 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廖曹记博士呢 会为我们继续讲解这个课题的 所以上个小时呢 艾梅老师已经跟我们就是大略 讲解了一下拿都工的种类 是那这个小时我们就要比较 实事求是的聊一个很严肃的课题了 是大家很关心的课题 就是拿都工有什么职能 我们现在从报章上看到很多一些有意识的职能 比如说求那个 是 那是最普遍的 然后大家 当然更多是 比如说在他外面的那个 立下一个拿都工的时候呢 还是有那种保平安 是 保平安作为一个主要的职能 那请老师稍微跟我们宏观的介绍一下 你所知道的在学术界的归类里面 拿都工有哪一些职能 我想拿都工研究的话呢 做的人这个相当的多 可是我们希望可以有系统性的 然后回到民间 回到当地人的理解 然后呢 目前我们的研究的话呢 他有分成几种职能 第一种当然是土地神 这是 可是土地神就变成说他是这个藩国 就是我们如果称自己 藩国 什么意思 藩邦的意思 他是一个藩国的土地神吗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可是他会具有土地神的这个功能 所谓的藩邦的土地神是指 马来亚半岛作为藩邦 对照与中国 对 藩国 这是我自己的创词 就是他是藩国的土地神 这又是所谓南来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祖先辈从中国南来 所以他到这个藩国 陆藩 所以他要崇拜当地的藩邦的土地神 非常好 你讲得非常好 可是我们会知道说这个土地神呢 他又跟大伯公有一些职能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我还以为说要重叠 OK 不 例如说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个课题 就是在华人义山里头的话呢 其实管义山的 在马来西亚我们所看到的华人义山里头 还是属于大伯公 大伯公 对 而不是大伯公 所以这个义山可能还是传统的这个华人的这个 组织里头都让我们还是用回华人习惯的大伯公 是就不可能会由翻神来去管理我们的义山 对吧 因为义山涉及到我们的祖灵 祖先的这样的一个安息之地 可能要由自己的原生地的那个神神灵来去保佑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吧我想 廖老师这个解释得非常好 这是因为我 这是因为我常年阅读这个陈老师的文章 跟的跟的比较紧啊 所以我因为我要负责引化有没有 所以很重要 当然这个研究我们还在进行中 可能有人知道说拿一个义山他的主神尽量失败大伯公的 目前我们的研究是没有发现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因为正如这个陈老师所说的 陈老师刚才有提到个重点 既有的文献很多人做达渡公研究的时候 是从文献上去去做这个分类跟做做这种分析 而陈老师的那个第一个学术背景是社会系的 台大的人类学系的训练 所以他提到说要走路到那个信众里面 和他们这个既有的社区的历史传承里面去看 这个拿渡公当地所崇拜的拿渡公 他的缘起甚至在他们过生活习俗里面扮演的什么角色 他们如何理解这个达渡公 而不是学者如何说达渡公是什么什么神 不是研究不是用手指着别人 我告诉你达渡公是什么神 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方式呢 比较是说当地人认为是什么 我们这样子才能够重建达渡公在华人社会中的形象是什么东西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 因为而且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这个小时呢 我们希望让更多人听到 然后也回馈一下我们陈老师的研究团队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计划是做要做几年的 是这个几年的 这个是这个达渡商文中这个资助的一个研究计划来的 所以是我们也希望有系统的去做 所以谈到达渡公跟这个大伯公的职能是有所不同 那达渡公还有什么职能 好这个达渡公的职能非常的有趣 传统他我们就发现他来到马就是达渡公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刚刚你说的他最常被赋予的是财神的功能 财神 那个你去看很多有一些达渡公庙 我们不是球签吗 是有一种是字的你知道吗 你有看过那种123456 有有有有 因为你求过 但是我们不能在广播上说这种 说这种对这个不太好不太好 就是个人的那个行为不足以作为例子 当然当然 这个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这个财神的话呢 现在在马来西亚 你看哪一间达渡公庙很多人去拜的话 一般都是有这个财神的功能 我们去做田调还有发现在太平有一个地方 这个三四辆的这个旅行巴士 然后还有这个除了华人还有其他有族都会去拜 然后那个达渡公庙是出名就是出自的 这个财神的功能是近期才慢慢出现的 还是自自有以来他都有这个这个功能呢 因为我们明白的那个对于这个拿渡公的形象 因为他带松过又拿科里斯 那我们知道伊斯兰是不鼓励 这是禁止赌博的嘛 对吧 所以这个又和我们对这个拿渡公的形象的崇拜 是有一点点认识上的一个一个误差的 老师 是当然你你问的问题是非常的犀利的 这个 我想这个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达渡公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财神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术的题目 我们目前还没有答案 就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象 看到这个现象 对 所以学术研究者就需要去解释这个现象 对对 然后去溯源的话可能还要更多的史料来做一个证明 比较有我们再说一个职能 好再说再说一个职能的话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例如说在这个有一个大直弄渔村 再来一次 这个在霹雳北部有一个海岛 叫这个Bula Basio Hitam 应该是大直弄吧 OK好 那个地方华人非常少 现在好像是也没有没有电的样子 没有电是指没有那个 没有自来的这个电 没有没有那个电的供应 对 然后要坐船坐半个小时这样子过去的 他那边达兜工要非常多 这个华人人口很少 可是到处都是达兜工 那其中一个达兜工的话呢 就是他就叫这个海上达兜工 海上达兜工 就当地人我们会知道问到当地 因为他达兜工要很多嘛 我们就去问当地说 你怎么称呼这个达兜工 然后可能你需要一些方言的能力 他就跟你说方言 这个达兜工叫什么名字 这个达兜工叫什么这样子 这个海上达兜工方言叫什么 海上达兜工 海挨挨other gun 海下达兜工 这个你要问我 我暂时这个我先打住 他大�hm sollen的人可能觉得不太 .*.*所以他的职能就有一点像他们 一般上 那些过去的沿海的民众会拜妈族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例如说我们再讲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Guala Gurao 刚刚我们有谈到的 它有蔡文龙Dato Gong 还有林天莱Dato Gong 然后的话 这个蔡文龙Dato Gong 它是面对河的 所以的话有没有这样子管河流 这样子的一个职能的一个功能在呢 所以目前我们还在收集 更多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说这个Dato Gong 它某个程度上 似乎在华人的认知中 也有一点海神的这个功能 可是你问当地人具体的东西 他可能也说不出来 所以我讲这是研究学者 先把这些资料先收集起来 到底这个Dato Gong 多少是这个以保护的形式来 这个海上的保护的这个功能的 我们不是要稍微休息一下 进入那个音乐吗 是吧老师 那我们就把音乐响起来吧 好我们让老师喝一口水 好嘞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 关于Dato Gong的禁忌 好 欢迎回到越听越爱的IFM 你好我是清柔 这个小时呢 我们依然有博士来聊 我们先看脸书的部分 有人问是不是有手机有问题 其实今天我们进行的直播呢 是用音频的方式直播 所以会只有有声音 然后我们也看到有听众 就是有疑问 这个Marge Tiger Robinson 他就问怎么说有人会说 拿督工会有七个 有人说是九个 这个问题 陈爱梅博士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目前所发现的拿督工 当然最常见的是一尊 一尊 也有三尊 三尊的话呢 有一些的话他用三大种族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我这个好像还没看过 我大部分看过的是一尊 我还看过五尊的 对五尊 然后五尊的话 一般他会用那个黑 黄 红 清白 这个有点是 华人传统的五方 上帝的 五方的这个概念 也有七尊的 你所谓的这个颜色 是指他的那个雕像的颜色 还是指他的披肩的颜色 这个 这个雕 这个他衣服吧 他穿什么衣服 衣服的颜色吗 这是五方的这个 这个颜色的概念 九尊的话呢 我目前我们的研究团队还没看过 如果这个听众有那个九尊的 这个崇拜的 这个拿渡宫庙的一些详情 就麻烦你直接在脸书上 把那个地址 跟相关的讯息 跟我们说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回馈给 艾美老师的团队 那他可能就会安排学生 去做填调 对 我也可以自己 自己排过去看 因为九尊的 我是觉得我没有看过 我是还蛮好奇的 马上就引起了研究者的 那个求知的 那个好奇心 刚刚我们提到 这个拿渡宫 好像职能还挺丰富的 对 然后刚刚我们没讲完 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有这个 例如说有一些是生育的 生育 就是你要生小孩 你去求什么东西 这样子 真的 就是有点像 我们拜那个求子娘娘 对 然后送子观音 送子观音 然后这个达渡宫 某一些达渡宫 他也有这个功能 我们在研究是发现的 OK 当然还有一个 像社区神明 这种是比较少见的 社区神明是指 例如说这个 OK 一个社区 例如说我们住乡下 还是小镇的话 是 他会有一个祖神 对 那个祖神的话 演大戏啊 什么的时候呢 然后他是一个华人的社区 而且很多时候 这个祖神会跟我们的 籍贯有关系 有些地方是的 比如说你们 潮州人的可能是 那个 清水上司 对吧 这个清水祖师 福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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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祖神 这个一般是会用 例如说清水祖师 等中国传统的 这个神明来做 或者好像我的老家 就是妈祖 我们的永平的 那个主要的 那个社区的祖神 就是妈祖 对 对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当华人在怎么去理解 这个达多功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是 这个达多功呢 富有学习的 职能的 你要什么 你就去求他 所以变成什么 我觉得这是华人信仰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这也是我们华人信仰里面 常常说的 五败五博弼 这是一方面嘛 对 有败就有保佑 而且我们又比较 务实的对生命 是有所求的 对 你求什么 然后只要他灵 然后他就会变成 那个职能 而且又该 刚才你提到 还跟他的地缘 有点关系 比如说我靠海的时候 我就希望他充当 那个海神的职责 所以就有提到 那个达多功 在某一个岛 他又是有海神的 那个职责 当然大部分的达多功的话 都是山里头的 比较多 山里头的 比如说榴莲盐 不晓得你有知道吗 以前我们家 这个做榴莲生意的时候 榴莲第一颗掉下来的榴莲 一定要去拜达多 就是他是有点管 一方的土地的 然后一定要把榴莲拜达多 回到刚刚我们所谈的 达多跟一般的 我们的妈座这些神 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 虽然说在职能上的话 我们不断的赋予达多功 新的职能 新的意义 新的意义 对 可是他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 常常最 最常听到的是 这个一般的达多功 他是会生气的 就是他是比较有那个 我们叫什么呢 就是他的他的 他的那个职能 不单是保佑之外 他还会惩罚 对 他会 他会惩罚 然后他会 如果你做一些东西 引起他不高兴的时候 他是会惩罚你的 是 然后如果你犯到 他的禁忌的时候 他也是会惩罚你的 所以他是具有 这个 这个惩罚的功能的 是 有时候人家家里 在外面拜达多功的话 可能就是要避免这种 要保平安 然后避免一些干扰 这样子 例如说 我村里 我是槟城人 我们槟城美湖 有一个岛叫葫芦岛 葫芦岛 葫芦岛上面 就有不同的达多功 不同的 对 然后有 有娃娃的 有什么的达多 有一天 我听村里的鸡同说 那个达多功 就跑来我们村里 然后就通过那个鸡同 然后就告诉村里的人说 你们到那个岛上去 然后呢 就不要这个随意 这个 这个大小便 不然的话呢 可能会得罪到 这个年轻的达多 然后年轻的达多呢 会生气的 可能会惩罚你们的 尤其男士要注意 对 OK 好 对 这个是比较 是 实际会发生的嘛 是 随地大小便嘛 所以男士要注意 好 所以达多功是有这个 惩罚的这个 这个 他会惩罚你的 如果你犯了他的机会的话 所谓的惩罚 应该是指 会造成哪一些效果呢 可能会让你生病啊 然后诸如此类的东西的 会让你心理上有压力 对吧 对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都有注意到 可能在其他的 我们一般上的庙宇里面 没有太多的禁忌 但是拜 如果你要去祭拜拿多功 就有很多禁忌 而且每个地方的禁忌 都不一样 对 对吧 可以请陈老师 跟我们稍微梳理一下 你所大概目前所接触到的一些崇拜拿多功的一些禁忌 好 我们的廖博士很会问问题 以后可以写一篇期刊录文出来了 OK 我们刚才有谈到这个 例如说苏亚松达多的话呢 它是太平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你不可以带羊酒进去 这是华人达多 可是一般的马来人达多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把它弄成是这个食物的话呢 就是以哈 就是也不是猪肉为主 是 一般家里你祭拜的时候呢 你不会特地请哈辣来做了 不会去 不会叫什么东西 你不会 因为华人我们杀鸡主的话 也不是哈辣的 也不是哈辣的 对 可是就是以 必猪肉为主 对 就是port free port free 简单来讲就是port free 当然有一些 像我们村 它我们每年的时候 有一个盛大的达多公蛋的时候呢 有这个拜达多的时候呢 就会有传统的 就是说这个杀羊啊 杀羊 然后呢 请真正 就是请他们哈辣的这个人呢 来帮我们处理 所有的食物都是要是哈辣的 是 当然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度 说我们去几个达多公庙 如果他们有要求说 我们最最最最有最深刻 大概是去我们去这个马六甲的 那个外岛的一个达多公庙 然后呢这个当地带我们去的人呢 要求我们三天里头不可以吃猪肉 哦 要三天维持这个哈辣的饮食习惯 对 就有点像 呃我们在佛教会的时候呢 你说要持栽 对 要持栽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把栽的那个概念 对然后就是呃 这样子的一个呃状况 一般我们研究 我们一定会遵守 你只要开条件给我们都会遵守这样子 刚才刚才艾美老师提到一个说 那个家里拜拿多公 是然后你说那个杀鸡杀羊 但是我注意到不是很多人的家里是有拜拿多公的 OK应该说应该说纠正一下说 OK 呃我们家里拜的话呢 那一般呢会五方五土呃龙神嘛 然后盘方地主台材神嘛 对那个是我们一般把它弄成是当这是土地工 土地工对呃一般呢家里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哈 如果可能有人家里有一般我们会把打多公呢放在户外 就是家里的外面 对例如说蚂蚁窝啊 嗯嗯嗯然后呃弄一个小神砍给他嗯嗯就是就是不进屋的呃不进屋的不进屋的 目前我们发现是不进屋的不进屋但是他还是属于比如说你的那个自己的居住的范围内的对吧对所以他等于是屋外的土地神 对然后屋外的呃土地神的我们讲这个家里拜的时候啊就是OK达多公蛋的神呢我们我们拿去庙里拜嗯然后我家里都没有供奉达多公 OK啊我们供奉的是另外一种比较像是潮州人的就是外面的神呢叫阿伯公这样子阿伯公啊嗯 所以所以我看我们这样子看的话呢这个达多公的崇拜从经济来看从他的职能来看还是很丰富是吧而且他丰富的时候呢我又发现到很我们大部分遇到的达多公的情况还是属于那种社区里面的因为我很少看到自己家里外面有拜达多公比较少啊比较少他们拜的话一定有故事对而且他拜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外面的 比如说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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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地的是这这这一区的某个某个地方他们把达多公给那是给那是拜上你说如果他自己拜有故事是指什么呢 例如说你去问那些家里哈有拜达多公的话他他可能会告诉一些故事为什么他开始拜达多 然后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之后啊然后他就开始拜达多这样子了 博士来聊来到了最后一段了我们今天谈拿渡工信仰啊是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鼓励什么迷信啊我们不是鼓励什么什么求财功的呢是我们纯粹是要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些基存在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是这个是这些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我们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呢大家在做各自的那种就是善性的朝拜活活动的时候呢 他虽然是仅限于你个人的活动但是他但是他其实上面还有一层沟通的功能而这沟通的功能是必须要藉由文字比如说陈爱美老师的工作藉由文字藉由这个研究团队去那里去采访你得到你的故事然后从这里呢去去探讨你这个故事的背后所隐含的一些文化的意涵是历史的传承我觉得只有当这个东西被建构出来被书写出来以后呢我们才能邀请更多的社群 来参与对话我想这才是我们今天谈博士来聊请这么多学者来跟各位对话所产生的重要的意义是这个廖博士哈我必须这个先澄清一点哈我们刚刚谈的东西呢是我们研究五十多间的可能很多故事我想马来西亚非常多非常多我们可能没有收集到 然后呢可能忽略了有一些听众他的这个故事对对然后呢所以的话呢我们需要得更多的一些feedback一些回馈是然后告诉我们说可能你那边呢有其他的故事然后让我们去收我的工作只是把你们的故事你们的认知收起来之后呢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分类而已如此而已没有任何的价值判断所以先做先做分类分类呢 那当然他最大的功能是先就是对这个对这个崇拜的动作呢有一些探导的空间是而且我们常来说学术讨论到底所为何事我不知道程老师怎么看了啊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去到这个一间庙好问到A哈然后可能当时我们访问的是A然后B可能有不同的说法然后我想我们反问到A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他的说法弄出来可能B听到之后呢他会不高兴 他觉得说他的认知被忽略了我想这就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我们并没有要建立一言堂我们只是希望鼓励更多的人比如说你不认同A的然后你是B的那你就把你的不认同写出来是的我们想这就是这个学术研究的意义我们提出来之后呢大家互相沟通交流而且而且透过文字的建构透过这种学术的讨论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功能是促进宗教之间的对话 至少我们我们在这个我们谈回我们在这个11月初我们要办的达斗工会里头呢我们是有这个企图心的是的我们不要只是当然我们会从各方面来探讨例如说我们会探讨说达斗工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这是属于历史的历史的这是我的这个专业部分这是老师的专业好还有可能请这个国外的学者他们怎么来看待马来西亚的达斗心对这是外国人的视野外国的他可能是研究其他领域的是 他可能是社会学背景的是对人类学背景的是他从西方者的视角怎么看你们这个马来西亚的这种本土化的崇拜的情况呢对还有一个环节的话呢这是我们尝试我们因为达斗工信仰是很复杂的对然后我们只能很多功能很多而且他到底他似乎跟除了我们讲的马来人的传统格拉脉之外呢在佛教里头也有一些所谓的地神信仰地神信仰然后在道教里头呢是 也是有一些在鲁教里头呢也是有一些关你这个土地的一个崇拜对因为毕竟达斗工信仰目前仅限于这个华人社群面是很普遍的他最大的功能还是有土地工的一个职能对吧所以这个功能的职能是可以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寻找这个对话的契机是所以呢我们就有就有这个我们在研讨会里头的话呢我们会请不同的专业的这个宗教领域的学者来探讨 比如说佛教里头的地神信仰是道教里头然后鲁教里头然后可能这个伊斯兰教里头的这个民间信仰是我们有这样子我们现在设计这样子一个环节请不同的学者共同理智的做下来来探讨因为我觉得唯有我们了解这些传统的这个大的宗教可能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理解这个达斗工信仰的一个现象对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学术工作最可贵的部分了 你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的行为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主观的行为是而很多行为其实并没有借由文字并没有借由理论乃至于并没有计划把他的对话把他的意义彰显出来是是所以很多时候呢当你没有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呢一些信仰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流失是是而这些很多时候正好可能是当地社区的一个核心的文化 也可能是他们凝聚社区的一个重要的凝聚力但是他没有被学术研究者去开发某个意义上开发或者被我们去就是对话构建出来的时候呢就有点就总是少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所以跟你讲这个社区我非常的认同啊例如说我们讲回我们熟悉的巴黎坤大达斗工庙里头我们现在就有学生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个研究因为那个达斗工庙 他的庆典每年的庆典就是草剧嗯我参加过我其实非常感动啊我不晓得说呃现在马来西亚草剧在呃马来西亚竟然还是那么多的热闹还是引起这样多人然后聚在下面看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想说我我作为研究我们知道说时代会过去时间会流失我们做的东西就是至少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东西然后呢做一个记录保存多记录保存能不能发扬光大还是看回各位对对我觉得还是 还是回到社区看回各位但是我们的工作是研究对记录分类保存保存当然保存就是可能藉由文字的保存然后文字的保存当然而且我们又多了一个功能就是藉由这个平台因为我会要求不同学术背景的学术人参与是吧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谈了很多本土历史的建构注意到吗我们说我们要认识本土认识我们是谁是我们从何而来是除了这种 所谓的家族式的追溯之外很多时候民俗这一块就一直被大家忽略因为他太日常了他太普遍了他转个身你就会遇到他你就会觉得说他理所当然的存在虽然我要说转角遇到爱然后想要改成转角遇到拿渡工这个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是可以的我们转角遇到拿渡工的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那很多很多外国有人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跟他解释呢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这个研讨会除了谈马来西亚之外我们会谈新加坡西方有然后印尼印尼对新加坡印尼的研究印尼的中国朋友前阵子来槟城他问我你们槟城哪里有达到工我发现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对对因为满街都是哈哈哈哈哈哈好最后再跟你讲一下就是关于你这个研讨会现在是在11月对吧对对对对然后现在报名的情况怎么样 啊报名情况因为时间还很长还很久所以现在报名的人数并不多嗯呃我们的人数有限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限制名额多少一百人而已哦不多哦按照你们上次办那个会一下子就爆满的了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赶快抓紧时间是呃开空开放给公众对吧开放给公众学生老师包括中学老师都可以都可以去是呃费用方面可以再请老师再重复一下吗好学生的话就30块 两天哦嗯嗯然后很多东西吃哈哈哈哈哈哈OK公众人士的话呢就60块钱是对然后在的拉曼大学金宝校区嗯我们的校园非常漂亮哎嗯所以我们博士来聊自从我们开始做这个节目以后呢我们得到很多呃听众尤其是师长们的鼓励嗯他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带来很多新的知识而且想不到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优秀的博士学者都在默默的贡献 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呃朋友们的呃意见反馈然后让我们把这节目做得更好谢谢谢谢老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廖朝记博士还有陈艾梅博士谢谢